这个笼已经在里面待了好久 把笼清干净之后 尿管安全一点再拿掉 责任护理师陪同医师 在一早门诊前寻防 仔细记一下临床交代 因为肾脏科是建议是觉得 再观察看看就好 不需要洗肾 对对 她说还不用 这叫原因不明的贫血 抓紧时间回报 其他患者的病情变化 因为除非情况特殊 医师在病房通常不会久留 听完医嘱后 护理师马上就得执行 我帮你拔罐子 护理师推着器材推车 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 已经够忙 听见病人按铃又得快步前往 很多人就问我说 那可不可以由机器人来照顾人 第一个觉得就是不行 因为我们要照顾的是血肉之躯 你人就是要用思想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那一个机器人能去判断吗 绝对不行 严于病人所需要的照顾 关心 营养 药物 支持病人的身心安稳与康复 是护理工作的本质 只不过长期处在低薪高压超时 尊严又低的工作环境 怎么受得了 就是在过去那个时候的教育 就是叫我们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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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就知道你就是个百艺天使 你是提灯笼的百艺天使 后来我们觉得蜡烛两头烧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两头烧 烧死我们自己了 但是我就跟你说 大家就学识越来越高 看到国际的市场 那大家就想 我们还要这样燃烧自己吗 34年护理经验的技术镜 点出了护理出走的关键 随着时代变化 新世代的护理人员 对于不合理的对待 不再默不吭声 他们还是愿意燃烧自己 但宁可选择更好的地方 一样是推推车照护病人 但在国外的医院 病房设备器材充足 不必重复确认 最基本的护病比 以澳洲或美国来说 白天仅仅一比四倒 一比五 他们可能医院里面更愿意投资 添购一些所谓的科技辅助产品 那帮助护理人员可能在工作当中 可以做一些省力的工作 包括像移位 洗澡等等这些 可能让护理人员可以免于 因为要搬运等等这些 让自己可能会受伤 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美国攻读到护理博士 林慧如分享 国外薪资福利最为诱人 美国专科护理师 月薪约30万台币 是台湾的五倍 澳洲最初级的护理助理 年薪换算下来 接近台币125万 而弹性工时 及不提倡加班 更让台湾护理师趋之若鹜 可能跟文化有不同 像美国可能会人员 他就可以很自主地 对着录音机交完班 他就重点地交完班 那其他的其实你都可以 从我们的很多的资料上 可以自己去确认 然后就可以离开 那我们可能在很 我想在我们长期以来 都很谨慎小心 国外简化行政工作 但在台湾 有些医院的交班制度是 必须提前倒班半小时完成 等于是变相加班 而六年120个小时的 护理进修课程 还得牺牲休假空余时间 更别提疑病关系了 有些病人家属就会很凶 然后都会叫小姐 小姐 我们在医院工作是专业 不是说你按个红铃 小姐我没有水 你帮我倒水 病人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他是病人 但是如果家属对我这样的要求 我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可以拒绝他 我可以拒绝他 但是我们医院有要求 我不能拒绝他 对很多会员人来讲 如果他的工作当中 能够得到肯定 得到尊重 我相信那一份成就感 可能比薪水 搞不好对他来讲 更重要 根据卫福部资料 目前全台32万名 领友执照的护理人员 职业人口仅十八万五千多人 职业率百分之五十八点四 追根究底 其实护理人员荒 全世界都有 只是疫情过后 变得更糟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 一个人要照顾五个 甚至那时候 要叫我们照顾九个 照顾九个 你看我们要穿着 还要把死把尿的 我在这么样的辛苦 然后忙碌的一个 工作环境当中 我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 更合理的 一个薪资跟福利的 一个报酬 那我想这些因素 可能也都在助长 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栽培一个护理师 并不容忍